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称有numbers 再次撒谎 为什么我说他再次撒谎 我很直接我直接进入重点 为什么安华承认说证明我有numbers 其实就是三搜前马六甲州主席三搜他一早当打注定一爆料说都统有人签SP给安华 三搜就出来说那证明安华没有撒谎 证明安华没有撒谎 安华现在也出来讲我确实是有numbers的 我是可以做手向的 是我不要作罢了 因为我不可以跟那几人做 这个是明目张胖的傻瓜 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本来对安华还有一丝希望的 当然我对他的希望在去年8月已经是消耗殆尽了 完全没有失望了 我当时推出NBA运动 原因就是我连他最后的失望都没有 但是现在他竟然可以明目张胖说 这样子讲 打注定讲的话证明我有numbers 我可以做手向 是我自己不要 因为我不可以跟那几人做 他讲这样子的话 真的颠覆我的相关 我想象得到他有这么低略 但没有想象到他可以低略到这个地步 低促还有更低 为什么我这样子说 因为道理很简单 道理很简单 就是9月23号 你安华骗全马来西亚人的时候 923变天 之后你自己承认你当时依赖的是纳吉跟Zahid签署的 来给你做手向 所以这封信网上可以找到 我们之前也评论过这封信 纳吉跟Zahid否认 但是安华他承认 他是凭着这封信认为他有numbers 所以他923变天的时候是凭这封信 然后行动党跟诚信党是没有一起的 他们也不知情这封信 这个底下我们也会讲到 在923的时候他也不知情 所以你当时就是拿着Zahid跟纳吉的信 那你现在在过了一年半之后 你跟我讲 我因为Nazib跟Zahid 所以我不能做手向 其实我是可以的 但因为他们两人 我不要跟他们合作 这个不是史上最无耻 最低劣 最睁眼说瞎话的谎言 你看安华骗就是这样子 他当我们是白痴的 他当大家是散望的 他认为大家都忘记了9月23号 过后他承认 是因为Nazib跟Zahid 签的那封信 他认为巫统整个支持他 他也把那封信称交给黄红 这些都在网络上是有记录的 就像他之前公正党大列列的说 老马辞职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老马没有跟他们谈过 我直接拿一个影片出来打脸他 安华在跟老马谈了之后 接受CNA Channel New Asia访问的时候 说我们知道 我跟老马是在一起的 我们了解他 我们有劝他 但是他很伤心 他不能接受 所以他辞职了 你看 来到这样子的地步 明目张大哥说 安华你不能当首相 更不是因为你不要跟Nazib跟Zahid 你很想跟他们谈议 你很想跟他们谈议 只是他们根本是在利用你的 所以Nazib跟Zahid 后来 后来 我的那封信了 而且只有15个国会议员签名 现在我们所收到的消息是15个国会议员 15个国会议员有签Zahid 大家还记得去年8月 反慕尤丁的国会议员有多少人 13人 所以数目是很接近的 我相信这15个人有签 但是现在网上流传的这个Zahid 的日期是 2020年11月 11月20号还是11月28号 也就是923打黄年之后的两个月多 两个月多之后才有Zahid 出现 而且只有15个Zahid 足够给你安华做首相买 这是第二个很明显安华说谎 而且是迷奸大谎的证据 为什么我说不足够 因为道理很简单 Zahid 爆料隔天 大家去找新闻 林冠英跟马萨布马上出来否认 说他们知道 巫统有签Zahid支持安华 意思是什么 安华有没有做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帮他背黑国 但是我们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 潜台词是如果我们知道 我们不会接受我们不会同意 所以现在巫统有15个 这个就呼应我刚才所说的 923变天 安华拿着Zahid跟纳吉的信 说I have numbers 呼吁慕尤丁和平下台和平交圈 公正党 行动党跟诚信党是没有做在他们旁边 他们是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后来他们也质问叫安华解释你的 numbers 这是哪里来的结果安华也没有解释 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所以11月20多号有15个SD 我相信有 Dazuddin的爆料是真的 而且网上流传出来的看起来也很真 有这15个SD 但是足够给安华做首相吗 不足够 因为行动党跟诚信党是不可能可以接受 Zahid Mazib 然后登顾安安 这些人 现在的巫统总秘书 这些人同为伍 对于他们是死路一条人 我不是现在才马虎号这样的分析 大家可以看回当时安华923变天 然后Zahid他们那封信 我就已经说为什么 我已经分析给大家 为什么安华一个人宣布923 通常这样子大宣布是一字排开 林吉祥 林冠英 Smart Sabu Kalik Sama 这些人坐在一起 One Aziza 全部坐在一起来宣布的 我要变天 我的team在这里 为什么当时 孤零零只有安华 Zahid 还有一位好像是One Aziza 在上面讲 就是因为安华不敢让行动党 不敢让承信党知道 他拿到了独统的支持 因为行动党 承信党会坚决的反对 最后让他不成功 安华在赌 我一直都说安华赌性很深 虽然他是穆斯林 226 喜来登政变之后 226境界他在赌元首 给他做minority 高我们少数政府 我没有过半数 但我是最多人支持的 所以你要给我过半数 他在赌 我当时已经预测了 结果他真的赌 然后还赌 923变天 他同样是在赌 他以为 纳吉Zahid给他的东西 是真心支持他 然后他想要我先斩后奏 我拿到这些支持了 我先斩后奏 然后才跟行动党 跟承信党谈 你们没有选择 只能跟随我 难道有财政部长 你不要做吗 有国防部长 你不要做吗 有政府你不要吗 他是抱持着这样子的思维 我告诉你 就算巫统真的支持他 行动党也很难去接受 行动党会分裂 分裂成两派 一派去接受 一派不接受 肯定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但是这个是要在巫统真心诚意支持安华的情况才可能发生 我告诉你 根本巫统不会真心诚意支持安华 这15个SD我相信有钱 这15个SD是要推倒慕尤丁政府而已 并不是让安华当上首相 因为15个SD不足够让他当上首相 就像推13个巫统议员 大列巴列慕尤丁的支持 慕尤丁有倒台吗 慕尤丁还撑了一个多月 直到他犯错 他自己犯错 自己承认他在国会没有提呈这个 是违反君主的我们元首的劝告 他才倒台的 Zahid他们13个人 大列巴列对他的支持 其实对他的杀伤力并没有那么大 真正大杀伤力的是他自己承认 大家可以看回我那时的分析 所以同样的情况 15个SD支持安华 是不能让到安华做首相的 能数不足够更别说 你行动党的执行者 就不会大量的支持 大力的支持这样子的行为 因为对于他们是实力的 你为了两年的政府 你未来20年做不了 而且可能连迎席位都拿 会基本数学的人都知道吗 会基本数学的人都知道是什么情况 结果 结果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我告诉你这个SD 纳吉一定不会承认 纳吉不会承认 如果大家有看 纳吉已经VLOG我 所以我要看纳吉的贴文 很麻烦 我要用我儿子的套 我两只手机 我一只手机是LOG IN我的FB 一只手机是LOG IN我儿子 一生的FB 一生的FB 我要用一生的FB 才可以去看纳吉的写的 你去看纳吉前几天的贴文 三四天前 还大力批评安华虚伪 安华在说什么抗通衡 要救人民 纳吉笑的 这么虚伪的人 大家可以去看 所以纳吉现在肯定不会打脸自己出来说我支持安华 但是我相信他有签那个SD 但他不是真心支持安华 Zahid也一样 不是真心支持安华 我问你 给Zahid选 沙比里比较好还是安华比较好 你们自己思考 对于Zahid而言 安华做首相好还是沙比里做首相好 答案肯定是少的 沙比里是你巫统的人 跟你同一个阵线几十年了 安华判处巫统二十年 是你的敌人二十年 然后安华的性格我们就不多说了 更重要的是他身边还有行动党 你要跟他组成政府 你要过行动党这一关 行动党要 安华要跟巫统组成政府 也要过行动党那一关 所以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很明显就是再次杀谎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 desperate到见风擦针的地图 一有机会就杀一个谎言 然后来弥补自己之前的漏洞 而且公正党现在是一团乱 然后今天有新闻出来 Forensic Audit的报告出来 大量的证据显示 这次公正党的党选有很大的务必 有一张IC可以投票几十次 然后投票时间结束了 还可以继续lock in system去投票的 而且这次他们的Forensic Audit 只是针对当场 他们是线上投票 但是分为在家投跟去现场投 他们针对的只是去现场投的 反而更有疑虑的在家投 占了投票人数一半 7万多人是在家投的 没有进行Forensic Audit Forensic Audit Forensic Audit 已经进行了第二次的投诉 把这件事情搞大了 所以公正党就 他现在讲这些 其实当然他们的目的也是要转移目标 转移大家的视线 但是 真的这对比 整个政党根本就是一团乱 一团死 乱成一国洲这样的情况 安邦 安邦本来中选的人 现在被disqualify 被disqualify 然后两三天前重新举行了当选 本来输的人赢了 然后被disqualify的人 没有参选的时刻 所以我跟你说 不管这个结局演变到怎样 接下来都是公正党的一场大内斗 大乱斗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 公正党已经不值得支持 我一直希望他可以做出改变 但是我们看不到改变 我们还有越远越烈的情况 这个是最令人失望的地方 所以 行动党情信党 他们必须为这样子的情况 来附上一个责 为什么在已经这样明显的情况 你们还不放弃安邦 还不放弃风筝 他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包袱 你们还认为我们 他是一个好的东西 我们要背着他 用他来拿票 没有他 我们就完蛋 其实大家都知道公正党完蛋了的 但是他们不敢分手 原因是什么 为了政权 槟城政权 行动党只有19席 他需要公正党的席位 然后更不用说 最大胆是公正党 所以为了权利 为了利益 你不敢大动作的进行改变 来迫使公正党走回政府 你们没有发现到 你这样子是一个很短次的行动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非常短次的行动 因为你只看到眼前 你没有想到你断送的是 接下来几届选局 你们所积累积聚起来的能量 所以就是这样子 厚厚义一直讲鸟话什么的 记得明星党月威也是党选 不要等下个月自己摆布回来 我摆布回来什么 明星党党选有舞弊 一样吊告明星党啦 你自己是狗厚厚义 你自己是狗 你不要以为每个人像你一样是狗 骂了行动党就不能骂明星党 明星党党选舞弊 我一样吊告他 有什么问题 沙菲伊 Blazer UKSB 没有数目 我说没有数目 我呼吁大家去举报他 给他调查一下 所以不要我今天心情不好 你自己撞上来给我 平常我不会吊你了 今天我看到我 我直接吊过后裔 有本事你上来我的直播 我们直接辩论啦 你敢吗 我挑战你 这几狗 不要当别人是狗 我不会有白服回来的情况 你叫我骂马哈迪 我骂马哈迪的时候 我告诉你你还不知道政治是什么 你几岁的人我不知道 你60岁也好 但是你还不知道政治 因为你现在都不知道政治 更不要说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我就已经在写文章 就已经好几家媒体写专栏 就已经靠写专栏 用文字吃饭了 虽然我没有靠文字大不大贵 但是我可以靠文字 我在大学的时候 靠文字吃饭 靠文字来教我的学费 所以你自己撞上来给我屌 是应该的 我现在可以给你连 给你上来 你有本事上来吗 不要不见了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明星党的党选 我不记得明星党是不是越委党选 老实讲我真的最近太忙了 没有去看明星党的事情 明星党回去沙巴之后 沙巴离我们太遥远了 老实说 所以明星党的党选 会像公正党这样乱吗 我跟你打包党 百分之百不会 但是会不会有派系 肯定会有 但是明星党的派系 明星党跟行动党是有一点像 他们有向心力 沙巴离还在 向心力就还在 就像行动党一样 明吉祥还在 向心力就还在 所以有内斗 这个我也不是马后抛 这个是我之前直播 就已经合持过的情况 所以他们的内斗 都是茶杯里的工作 但是公正党不一样 他有主心股 公正党的主心股是安华 可是这个主心股太没有用 太废了 你看党选搞到这么烂 安华有做过什么吗 什么都没有做过 真的什么都没有做过 连平息一派的怒火 认为有舞弊的人的怒火 他去平息 去讲两句话 做门面工夫 都没有 这个就是中进党 所面对主打的 你有一个没有能力的营销 很多人以为安华有能力 之前有说他是最佳财长 我很庆幸我 我记得我没有写过这样子的文章 我支持安华因为他开明 就是这样子而已 昨天文贵大哥有问我 他说为什么 韦翔为什么你支持茶杯 我问他一句 现在安华已经不是开明的 穆斯林领袖了 我们支持安华 支持安华是因为他开明穆斯林 我从来不认为安华真的很有能力 支持他是因为他是开明穆斯林 当然我以前他的极端历史我就不讲了 我说他在公正党 他进监牢 跟老马搞进监牢之后 他走开明路线了 现在除了茶杯之外 你告诉我还有哪一个马来穆斯林开明领袖 我们可以支持 你告诉我 你给我第二个人选 很可惜没有 其实文贵大哥有给人选 他给的人选就是马哈迪 马哈迪其实是开明穆斯林领袖 但是他是种族主义 但是他不是宗教主义 然后他是开明世俗路线 只是他一直强调要服务政策 要帮助马来的 他讲马哈迪咯 但是马哈迪老了 老实讲 马哈迪现在又讲他 如果没有人选他会上阵 你不认为对本庄是一个羞辱吗 本庄竟然找不到一个人来替代他 就像西蒙一直跟我们说 除了安豪我们没有其他人选 这个就对西蒙是一个巨大的羞辱 你把西蒙净200万三党 净200万的党员 单单公正党就130多万 行动党员几十万 净200万的党员 全无一人是男儿 全无一人是人才 全部都是废才 同样的道理 所以第一 敦马上阵 他能不能上阵还是成一 老师我跟你说 我自己你问我 我不认为他还应该上阵 这是第一点 你显示股房没有人才 第二点 你上阵了之后 又怎么样呢 又怎么样呢 你已经90多岁了 你不用说做首相 你连旅行国会议员的能力 其实都已经很困难了 所以第二任任期首相 第二任任期的马哈尼 第一任首相任期的马哈尼 是插天共地的 因为他的经历已经不复从前了 以前他可以一锤定银 一个晚上开会 大家可以去看当时的内幕 就决定要换掉他这个 无耻了十几年的左右手 把他当亲生的儿子 把他当Gordon Boy一样照顾的汉王 但是90多岁的时候 他已经消失了 这些破例 他需要靠身边的人 来去帮他接收消息 帮他分析 帮他来拍板 还有当然还有第三点 这些都是我之前讲过的 就是对老马是一个折磨 当然有人认为折磨他是一件好事 那是你的看法 但确实如果他重选国会议员 我告诉你这不是一个祝福 这不是一个光 这是一个折磨 你可以想象一下你97岁的阿公 他骂 有没有 你叫他90多岁再出来做工 不用90多了80岁就好了 你叫他再出来做工 每天早上8点起来 然后做工到下午6点5点 你可以想象得到那种情况吗 我想象不到 所以这三点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不认为 马哈迪应该再出来 但是确实 斗士党没有什么人才 马哈迪上鲁高域其实是有胜算 非常有胜算 所以真的没有人 那马哈迪上至少可能还可以保着 斗士党的一两个实位 还可以保着斗士党的一两个实位 其他人上可能保输了 但马哈迪上 马哈迪在鲁高域的威望是很高的 因为他大力发展鲁高域 鲁高域会有今天这个情况 作为国际性的旅游城市 马哈迪是鞠躬自尾 他是在当地受到很大的封禁 你只要是去过朗高域 对朗高域有点了解的人 都应该会知道 我说 确实他是最有正算的候选 但他应该上马 我不认为他应该上马 如果他上就正能突破 斗士党这只是晚半 没有人 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对老马也是更想 好了 今天的讲迹就讲 就讲这里 开头讲完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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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